金融接連發生治安問題 但監視器的妥善率 成為議員關心的焦點 市議員吳化佳在總質詢時 針對有些監視器壞了 維修速度不一 向市長謝國良提出要求 那其實很多家屬都非常的著急 因為我們監視器的壞掉 導致家屬一直認為園警辦案不利 我們的基層園警都非常無奈 請問市長你可以體會那樣的心情嗎 報告議員我可以體會 所以我們才儘快想要用暫時的方式來解決 來市長沒關係我們再來進到下一個問題 市府的業務報告裡面監視器妥善率有95% 代表說我們現在出門隨機找10個監視器的話 基本上都是好的 可能會看到有一台壞了一半 那因為最近有新聞稿寫我們的妥善率即降到7成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 因為我們的業務報告是112年5月的業務報告 我們的新聞也是112年5月的發生的 那請問我們現在實際的監視器妥善率是多少 跟議員報告我跟警察局曾經有過一個這樣的討論 我也跟他表達說我個人的觀點 我認為這個監視器的妥善率沒有到這麼高 沒關係我是想要知道說最後一次警察局跟市長報告的時候 因為最近監視器的問題這麼的熱門 所以一定最近常常開會 那我們目前的監視器妥善率是多少呢 他們還是告訴我們說他們的妥善率是9成 但我是對於這個部分還是存有一點問號 是因為我有這個疑慮是因為我們全基隆市依照業務報告裡面的資料 我們總共有4434支監視器 是的 那如果突然降了25%的話 市長你知道一個晚上壞了幾支監視器嗎 25%大概是1100左右 對我們一夜之間壞了1108支監視器 那市長你知道為了這個監視器妥善率的問題 有多少支私人裝設的監視器 現在在照射我們公眾通行的路段嗎 此外警政監視系統說話還需要五年 政府規劃增設鄰里監視器系統 議員吳化家關心後續管理維護 剛剛的意思是不管今天是誰負責裝設完這個監視器之後 他後續的維護管理跟影像的調閱應該要有統一一個單位來負責 我們理想上希望做到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是市長認為理想上想要做到的是嗎 所以我們可以來討論這件事嗎 我覺得可行的話我們是可以來做 所以我們可以來討論這件事 我們可以來討論這個事情 因為我不明白 我們剛剛前面聊了這麼久40分鐘 我說用聊的 因為我今天其實沒有非常的尖銳 謝謝 全部談的都是安全問題 所以我今天才會提出來說 為了我們基隆的治安 是不是可以來建立這樣專人的制度來維護管理我們的監視器 我們來研究 好 謝謝市長 針對議員提出監視器管理維護 需要由專人管理 謝國良回應 會朝這個目標努力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謝謝 解釋 在這件事 在這件事 解釋